2024年我觉得最适合女生入门户外的背包 就是来自于格里高丽的Facet 那这款包呢也是我给我老婆选的 那这个包有个特点 就是它背着特别的舒服 那我觉得所有的包都应该遵循这一点 一个包一定要背着很舒服 这个包舒服呢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一个是它靠背的这个背板是关键 然后是它的肩带 然后呢是腰带 那这种后背有拱形的这种透气背负呢 现在呢已经非常的常见了 各个样的品牌都有 便宜的也有贵的也有 它们都有什么区别呢 那有一些拱形背负做的很大的背包 它后背透气非常的好 那你的后背呢 它长期的处于一个不是很湿的状态 在户外很关键 因为你身后的汗水蒸发吸热 会带到你身体的热量容易湿温 拱形很大了之后 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 就是它的重心非常的厚质 尤其你背上包之后 你一转身 你能明显的感觉到那个重心非常的靠后 东西越多的话你就会越累 还有就是拱形越大 它就会越侵占你包内的一个空间 你包内装的东西非常的少 而且很难打包 因为它中间相当于是 凹进去了一个部分嘛 所以这个地方呢 并不是越大越好 那有一些牌子呢 这个拱形呢又非常的小 就很难受 就你背上之后 这个重物压到你的身体上之后 几乎是没有什么透气的空间了 那相当于是白做了 然后还增加额外的重量 还有就是有一些背包呢 它的这个拱形呢 做的不厚 然后也不薄 恰到好处 但是它弄的这个曲线 不是很贴合你身体的一个轮廓 就总之这个东西 你看似很简单 大家都能做都在做 但是做好了 做的背得很舒服还是很难的 你需要足够的数据的积累 那这个包呢 是我试过 然后让我老婆试过 背着都非常舒适的一款包 那个女款叫Facet 男款的叫Focal 这个包呢 除了背板比较舒服之外 那其他的就是肩带腰带 这个呢也是区分于 Osprey的这个AXOS的地方 那Osprey的AXOS呢 背板呢 其实没有它结实 那还有就是肩带跟腰带呢 也没有它厚实 那它呢是45升 然后1.13千克 Osprey的这个AXOS 跟这个EJA都比它又轻 那相应的它这个肩带 也没有它要舒服 那所以这个呢 就是有利有弊 那装的东西多了之后 你转身的时候 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更结实的这个支撑条 它带给你的 这种稳固的体验 你的重心会很稳 它这个肩带呢 其实并不算特别宽特别厚 但是对于女生来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宽度 这个厚度 其实已经非常的舒服了 就是再增加的 它的厚度的话 可能会更重 然后也没有必要 然后就是肩带上呢 并没有这种水弧带的一个设置 我以前会觉得 很喜欢那样的设置 但是我走的时间长了之后 我发现 我不是很喜欢肩带这个地方 有什么口袋 因为它在低头的时候呢 很容易掉东西 还有就是 它在低头的时候 也会影响一定的视线 尤其下坡的时候 还有就是肩带这个口袋 如果放了一些东西 它比较凸起的话 这个水平上 可能是直立的对吧 但是你这个肩带 踢到你身体上的时候呢 它是服帖 它是弯曲的 它其实就会做一个对抗 不是很舒服 有点影响舒适度 再有就是你肩带 肩带这里有东西的话 其实你脱包穿包 它多少会有点影响 OK 这是肩带部分 这个肩带跟腰带 还有背负 这个用料都是非常的扎实 然后再说腰带 格里高丽的腰带 就没得说了 就是非常的结实跟扎实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靠近屁股这里的摩擦力 这款包的摩擦力不错 靠近这里的曲线 设计的也非常的OK 整个腰带的用料 也非常的扎实 就是包裹起来 非常的舒服 这也是为什么 没有买Ospray的AXOS 跟E架的一个原因 它这个三大件的用料都非常的扎实 其实Ospray的AXOS跟E架 跟这款包可以说是一个竞品的存在 那款包其实我背过 比它要舒服 还比它要轻 那我为什么要选它呢 关键点来了 AXOS的最新款 我应该是在国内 我看到网上发帖的用户里面 我是最早的那一批 那个包我刚拿到手就给卖了 那么好的包 我为什么要卖掉呢 因为那款包的腰带扣 大家现在手里面有AXOS跟AXOS Pro 或者是E架跟E架 Pro 可以看一下Ospray家做的这款腰带扣 特别的薄 那个薄到我不敢想象 那如果这个插扣在其他位置还好 要知道对于户外背包来说 腰带腰风是承重的地方 你腰带扣用一个那么脆的 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如果那个地方坏了 它很大程度上会给你的旅途 会给你的户外体验 造成了非常糟糕的影响 所以就没有选那款 而且那款当时我买的时候 也比它要便宜 总之呢 就这一切的一切 就是让我选择它的一个原因 那这款包最大的特点 最大的特点 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背着 真的真的很舒服 没了 这是它最大的特点 背着很舒服 然后它其他的点 你像风格什么的 大家都差不多的 现在的户外包都是一个顶包 然后一个桶包 然后一个袋手仓 然后外面有一些挂点 然后有一个登山杖的挂点 有一些拿竖紧带 然后有一些这个重心调节的地方 这些大家都一样 就是你看着是一样的 参数上可能也会有一些区别 它重一点轻一点 但是那些东西 并不能够让你真正的了解这款包 最显得的东西 就是你背着东西 包里面有一些重物 你负重去试这个包 然后背上走一走 转一转 蹲起旋转 轻轻的小跳跃一下 就能够感受到 这个包的不同 不要去在网上 去分析参数干嘛 那这款包是我试下来 我觉得最适合 女性入门 比较万金油的一款背包 它不算很重 也不算很轻 算是一个非常中规中矩 然后背着很舒服的背包 Facet 强烈推荐给女性入门选择